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6月8号 我州水稻插秧结束 全州春耕春波圆满收官 魂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为促进东北虎报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出积极贡献 敦画市红十六照相馆 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 成为各族群众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的新阵地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年端午节期间 我州上下被一股旅游热潮席卷 无论是沿急中国朝鲜族民宿园 古色古香的街巷 还是各县市近郊青山近水的露营地 到处都热热闹闹 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据最新统计 6月8号至10号 全州接待国内游客共计55.7万人次 同比增长46.19%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8亿元 同比增长46.79% 端午节当天 全州各大景区景点纷纷推出了融合游乐性 参与性 体验性与一体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 生态观光游 温泉养生游 露营休闲游等项目广受欢迎 带动了旅游热潮 延级市阿里兰广场成为了飞移项目的展示舞台 32项飞移项目让广大群众在指尖和舌尖上感受到了飞移之美 墨尔山恐龙化旅游区作为旅游热点 接待游客达6.7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83.31万元 其中 中国朝鲜族民宿园更是凭借其独特的民宿文化和风情 预计接待游客5.08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120.16万元 同比去年增长30% 成为端午节期间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微风和续阳光正好 这里是茂安山脚下海澜江畔的龙井市东盛永正蘑菇村庄园区 那么在这里园区已经打造了一个大型的人工湖 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椰林和茅草棚 俨然就是一个沙滩的海边景象 那也为游客进郊休闲打卡游提供一个很好的去处 蘑菇村庄产业园是以蘑菇为主题创新产业模式 实现一二三产融合的新型产业园区 园区规划面积34公顷 总投资3.4亿元 旅游模块 建有观光休闲区 沿学实践 主题园林 特色景点 沙滩游乐区及餐饮区等 因为我们这边的夜景是特别美的 尤其是西洋西下的时候 我们一期的活动的话 有这边的海滩 有那种唯美的三亚的感觉 我们主要就是想打造一个原生态的农村的这种乡村的感觉 人们到这边的话就远离城市的这种喧嚣 烦恼 包括这些环境啊什么的 我们都会就是积极的保护 反正就是如果是自驾游的话 可以在山区里面转一转 就是来回山下坡的时候能感受一点新鲜的空气什么的 人很好 很热情 服务也很好 我感觉还是这边发展的比较好 驾七里休闲自驾游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式 在G331国道最美边境公路沿线上 游客往来如梭 由于山水之间 主要景区人潮涌动 龙井皮安山文化旅游风景区 浑春房川景区房川村 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等 共接待游客15.3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66.28万元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皮安山 梁天百市 玉龙湾 明东村 三河旺江阁等以外 也包括像我们蘑菇村庄 圣水龙山等新兴的文旅项目 以及龙井海兰台 海兰江游乐美食街等产品 那么今后呢 龙井是将持续挖掘文旅产品 将龙井打造成沿边人家门口的旅游目的地 成为短途游 边境游 民俗游的最优选择 河龙市光东村是极具特色的夏季精品旅游目的地 游客坐着小火车穿梭在绿色的水稻田里 在同野乐园里体验独特的娱乐氛围 即假日期间 接待游客人数千余人次 忙中时节 到处生机勃发 沿边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据协程平台数据预测显示 沿边周2024年端午假期 线上旅游总人次环比增长40.86% 线上旅游总收入环比增长27.39% 客远地排名方面 长春 沿边 北京位居前三 而游客画像分析显示 00后游客占比最高 女性游客占比超过半数 此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潮 不仅反映了我州旅游市场的强劲复苏 也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 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记者从州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截至5月25号 我州汉田播种结束 6月8号水稻插秧圆满结束 全州春耕春播圆满收官 开春以来 我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把春耕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与州气讲局联合发布 沿边地区大田事宜播种期预报 指导农户按照港地平地挖地的顺序 适时开展大田播种 春耕生产期间 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各级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一线 积极动员农户抓住有利时机 掀起旱田播种高潮 确保作物种在适宜期内 截至5月25号 全州旱田播种结束 到6月8号 水稻插秧结束 目前我州粮食作物 普遍长势良好 玉米进入四到五叶期 大豆进入第一片三出复叶期 水稻秧苗处于分叶期 据初步统计 今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582.7万亩 其中玉米348.7万亩 大豆178.9万亩 水稻48.1万亩 杂粮杂豆7万亩 浑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自2013年成立以来 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救助 巡护 监测 预警等工作 为促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日 记者走进浑春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野生动物救助站 看到被救助的猫头鹰 狐狸 张等野生动物 达70余只 这些野生动物 大多是在协会队员 巡逻过程中发现 并经过专业救治 暂时被安置在这里养伤 待痊愈后重新放归山林 为保护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环境 浑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积极配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理局的各项工作 在公园周边村庄的主要入山路口 架设实时监测摄像头 及回传预警相机 一旦发现有大型野生动物 接近村屯情况 立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预警 自2023年5月至今 协会共享周边村庄 预警54次 协会还积极推进 科研加基地联合保护模式 与东北林业大学 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科研教学实习 野生动物监测 野生动物救助放归后 GPS项圈跟踪监测等研究工作 2023年 协会巡护队 共进行野外巡护近100次 联合浑春市林业局 浑春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志愿者等部门和个人 组织开展或参与 联合青山青涛活动多次 同时 浑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定期开展宣教活动 组织开展当地居民参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 提升公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识 用实际行动 践行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系大自然平衡的理念 敦化市胜利街文院社区 有一家叫红石榴的照相馆 不久前 这里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 这个以影像为媒的照相馆 逐渐成为辖区各族群众 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的新阵地 文院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 为更好的构建和谐社区 促进民族团结 年初以来 文院社区重新布置办公环境 利用有限空间 精心打造了红石榴照相馆 在这里通过快门 定格群众生活美好瞬间 用照片讲述社区暖心故事 今年我们就在家门口 打造了我们这个社区照相馆 就是让我们群众在一起 能够感受不同民族之间的 紧密联系和共同的家园情怀 来促进我们各民族群众之间的 交往交流和交融 来体现光影中的中华民族一家亲 红石榴照相馆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弘扬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照相馆里的全家福背景 温馨和谐 展现出中华民族大家庭水乳交融 一进来就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一家进一步说 拍摄的也非常专业 摄影师也特别有耐心 我觉得这个照相馆 特别的贴合我们百姓的实际生活 目前红石榴照相馆已累计服务群众100余人次 我们还要做好特殊群体和独居老人的一些预约上门服务 以小微服务来助推三共四头互建设社区建设 来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魏浩天是沿边边境管理支队和农大队 古城里边境派出所的民警 从近12年 他始终将百姓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 从2019年开始 他义务为驻地村民理发 并将理发室拓展成意见收集站 纠纷调解站 政策宣传站 他用一把剪子解开了边境村民的丑与男 用一把推子推出了振兴乡村的致富路 魏浩天是边境村大洞村的责任民警 村里的百姨户村民大多为朝鲜族 年龄普遍在50周岁以上 最大的有80多岁 村内没有理发店 村民想理发要到80公里拜的市里 山路蜿蜒 要是赶上大雪峰路 低面结冰 出行一趟更是难上加难 理发 一件平常的小事 在大洞村却成了家家户户的烦心事 为了解决村民理发难的问题 古城里边境派出所与当地村委会共同决定 在村口的老年活动中心里给魏浩天增设一个工作场所 并在门口添了一张新招牌 浩天理发室 我的头发也是全部都是魏警官给我理发的 我不说嘛 自从他理发以后吧 我从来也不上合拢了 就是到时间那魏警官就打电话 哎呀 那个 神儿你那个头发好理发了吧 我说是的 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他也得问 完了以后他一说听说藏了 他不管在合拢也好 在崇山派出也好 他就那个自己开的车就过来了 就给我们理发 确实我挺感谢魏警官的 在浩天理发室 村民们经常是一边等着理发 一边聊着家常 为浩天利用这个机会 将理发室拓展为意见收集站 纠纷调解站 政策宣传站 帮助解决118户村民的所仇所及所判 村民之间的小矛盾 也在这里谈笑中化解 我们这个节目工作 就是要管理这个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方面呢 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大量的入户走访 然后我这个通过这个理发呢 可以在理发的过程中 跟村民进行交流 然后也能收集到一些社情民意 然后另一方面呢 就是通过这个理发呢 可以给村民节省这个开支 然后方便这个村民生活 然后加就是促进我们 我们民典和这个村民之间的感情 就是这种享民于水情吧 了解到大洞村产的大米质量好 销路却一直打不开 魏浩天便主动与村委会沟通研究 打造本地粮食品牌的计划 仅用一年时间 大洞村第一家企业 原封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打造出富稀稻米特色品牌 如今富稀稻米已经成了 大洞村发展经济群众发家致富的 支柱产业 谁家老人患病 谁家的孩子要上学 魏浩天的工作日记上都记录着 他喜欢每天都和乡亲们打交道 村民们也都已经习惯 有需要找浩天 现在魏浩天又拿出 当年琢磨理发手艺的镜头 学习朝鲜语 他说他还想和村民们的心 贴得再近一些 暑假临近 研级市公安局会同教育部门 推出中小学生暑期政务服务月活动 满足未成年人办理身份证和护照的需要 解决广大学生暑期出游计划的难题 为进一步加强 党建引领 景地融合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推进一窗通办工作 在暑期临近之际 研级市公安局党委提前谋划精心部署 决定会同教育部门于6月5号至6月30号 推出中小学生暑期政务服务月活动 暑期服务月这个开始呢 为了满足中小学生放假办证需求呢 咱们是不分节假日 然后跟工作日一样 每天8点半到下午4点 中午不间断的 为有需求办证的群众来办理这个护照啊 身份证业务 从服务月开始至现在呢 我们现在已经为这个中小学生 办理护照十余件 办理身份证三十余件 此次暑期政务服务月业务受理范围 包括护照身份证首次办理和补办业务 业务受理点包括政务服务中心 以及研级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 进学派出所 公园派出所等十个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 办理身份证呢 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这个中小学生的话 咱们如果跟父母在同一个户口上的话 需要是跟父母在同一个户口上的这个监护人 然后持身份证和户口本领孩子来 如果说领孩子来这个监护人 他跟这个孩子不在一个户口本上 那么就需要他额外再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 如果是朝鲜族首次办理的儿童的话 我们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 如果不是朝鲜族或者是朝鲜族第二次以上办理的话 我们不限户及吉林省内通办 下面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日前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揭晓了全国首批 共同现代化试点地区名单 浑春市被确定为全国15个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地区之一 也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县市 浑春市将按照相关要求 积极探索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6月10号晚 2024年金达来之下 快乐延级大舞台广场文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3号 每周三至周日晚7点与广大观众见面 近日 沿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投入800万元 购入10台50座豪华旅游大巴 为我州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这些大巴将被投放到沿级至长白山 俄罗斯以及室内旅游包车市场 各位观众 今天的沿边新闻播出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敬请关注沿边广电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